最高院实行超过72年的限量分案制度 从今天起要重视走路历史了 就从去年3月以来 库存的全部4000多件刑事民事案件 接下来会采电脑分案的方式 立刻就分给院内有参与分案的法官 而过去案件上诉最高法院之后 堆积在仓库还没有分案 难见天日的状况也即将成为历史画面 最高院从1949年起实施限量分案 由于最高法院是法律审 法官需要比较多时间思考 长年来施行每月限量分案 每个法官每月有受理数实践 不等案件的天花板上线 而除了人犯在压 重大矚目案件需要随到随分 其余一般的案件就只能排队 这也导致新增上诉案件大塞车